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自行微博搜索了解 怎么说也得是给战姐灌酒开房事后 让吃药完了 还拿女生手机付房费 这种程度吧 哎呀 剧透了 那就隆重 请出俺们今天的主人公 丁飞俊 是这个不是打台球的这个 人家叫丁俊辉 别骂错人啊 鉴于有的姐妹 还不认识他 简单介绍一下 丁飞俊 轻易选手 不过没能成功出道 只不于20强 这个表情包 就是他在大场时期的照片 我一直以为是胡春阳来着 后来作为粉丝的一男屏选手之一 节目结束后 与其他四位选手 组成了为期半年的限定团 继五沙漠五子 胡文轩后来参加了 韶并且作为SKY成员出道 最近又上岛了 看起来 是想通过创四再次出道 反正知道 一直是秀人就行了 OK说瓜 丁飞俊的这个瓜 真是吃得菊头晕脑胀 主要是这位战姐 锤人过于不果断 粉丝求一次 锤他才放点料 挤牙膏似的 看得菊着急 希望以后的嫂子们锤人 都向和姐看齐 快准狠 这次他房其实开始于一个 记录生活的小号 普通的文案 普通道会 出现在朋友圈文案大圈里的那种 却配着 实在是不普通的图片 虎牙骗子 就是丁飞俊 和这位虎牙骗子的聊天记录 还不止出现过一次 果不其然被人扒倒 爆出丁飞俊私连战姐 还说这位战姐小号中发的这个男生 就是丁飞俊很快后援会 就辟谣了 视频中的男生 不是丁飞俊 而是一名网红 被后援会反江义军的 战姐直接舍弃小号上 大号刚了 我说视频里的是丁飞俊了吗 视频不是 他但微信是真的 私连也是真的 并且配上了丁飞俊的朋友圈截图 粉丝自然不幸啊 俗话说得好 求垂得垂 一起出去唱歌视频 有还有聊天记录 丁飞俊主动约他出来的这位战姐 还在评论区继续爆料 给女生灌酒 故意点了一千多的酒 不仅灌酒还抠 除了酒钱从不花钱 其实这种程度的锤 比起之前几位嫂子来说 简直没什么杀伤力 视频可以是朋友圈偷的 聊天记录 可以是伪造的 不仅我觉得不够锤 粉丝更是一个字 都不幸战姐毛了 直接开大床 照招呼 丁飞俊 不是说睡觉 要戴眼罩和口罩的吗 只可是替你记着呢 难道说宿舍里的 你是假的吗 扯远了 说回私生活的瓜 就在这位战姐和粉丝 互相拉扯的时候 又有两位女主角 悄悄登场了 原来在和战姐 唱歌蹦迪结束以后 丁飞俊先是给 另外一个女生 发了晚安问候语音 晚安问候视频 一听就是她 建议各位男爱豆 以后撩妹不要 发语音 聊天记录 可以说是屁的声音 要怎么写啊 随后和传说中的真嫂子 开了几把甜蜜双排 精神透真足啊 就是打得太 现在已知的女主角 居然已经有三位了 借战姐的一句话 送给丁飞俊 这还没结束 昨晚另一位战姐又爆料 在参加清理比赛的时候 丁飞俊就是有女朋友的状态 聊天记录很长 局还是惯例 给大家划个重点 这位投稿的前女友称 两人从素人时期 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是那种得到对方父母认可的程度 男方参加清理比赛 最开始让女方等她回来 可能没想到自己能红 后来人气变高 开始觉得对方配不上自己 从此开始了 对女方长时间的冷暴力 又死活不提 分手女方因此患上重度抑郁症 险些自杀 她对此无动于衷 后来女方熬不住 终于提了分手 直到昨晚看到热搜 才出来抱她 并且放出了 两人的接吻照好 家 火 结合前面 第一个战姐也说自己 受到丁飞俊的冷暴力 看来这位一直走纯情人设的爱豆 并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举原本对丁飞俊的印象 还停留在 清理时期笑起来 甜甜的虎牙少年 就记得她长得蛮可爱 看起来也很纯情 感觉她本人也一直在切而不舍地走这一路线 之前有个采访主持人 问她为什么网上搜不到她的黑料 她说 安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我说